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蕊 7月28号正式接受提名 在致辞中 他首先向初选竞争对手桑德斯的支持者喊话 呼吁党内团结 谈起共和党候选人川普 他批评对手高喊美国优先 但企业集团的商品却都是外国制造言行故意 另外也批评川普只会放号 拿不出具体计划 但自己的施政方针却非常清楚 当然是最适合的总统人选 土耳其军方7月15号发动军事政变失败后 总统埃尔段持续针对工部门军警与高教界进行整肃 土耳其当局27号下令开除近1700名军人 其中包含149名将领 占军方所有将领的四成 另外还关闭超过130家媒体 西方国家及国际人权组织持续表达严重关切 忧心埃尔段趁机打压政敌走向专制 天主教教宗邦极各展开首次东欧行程 7月28号抵达波兰 面对欧洲近日恐怖攻击平传 尤其是法国天主教堂被IS攻击 神父遭杀害 教宗闲闲表示 世界正陷入战争当中 但这不是一场宗教战争 所有宗教都追求和平 战争与信仰无关 而是出于私心 为了争夺资源派对